错了,从崴 它的这个角落是DS4的展区 我是刚刚知道原来DS4在这边的确是有蒙电了 但是它的外边的一个表示牌都没打 我确实不知道啊 这就是那个全新的DS7 旁边是DS3 Crossback 就是红色的 还是DS4红色的 这个就是Cross版本的 刚才我说的有旅行架的 然后有个Cross的标识 轮胎仍然是205那个胎吧 不会有变化的吧 205的29的55 然后有一个黑色的旅行架 哇 这个是那种隐藏式的门把手 DS3 你好 你好 你是在这里的吗 不不不 我只是看你第一次看 看105的 我刚刚知道 105的旅行 是这里 我會說你一直在這裡,我都不想把電車收藏到 謝謝,謝謝 你們有些問題嗎? 不,我先把電車收藏到第一次 電車收藏到第一次 它怎麼開這個門? 金屏小酒,這是黑色的 這是紅色的 這漆面簡直太爽了 好紧啊这个门 哇这个精品车就是精品车 这个质感真的是 第一次坐到DS车里面 第一次啊真的是第一次 哇这个进来以后那种包覆感 这种那个材料软质的软质的 这个DS3实在是太精品了 2008的精品 这个座椅的舒适性 哇这个手感 哇真的是没得说呀 但是他居然保留了这种游艇挡霸 这个挡霸有点老气了 配合这种这么精品的小车上面 难道不应该用这个波流吗 很奇怪 然后这种设计方式 这都是按键 它不像那个标志 把它弄得在那个航空按钮一样的 508的那个样子 全部做成那种菱形了 哇这手感实在是太爽了 然后呢小液晶屏 那个是StellaView 这还有一个吉普的撒哈拉 今天进来的话真的是大发现 完全没有想到 居然有这么多的 这个发现了新世界一样的 然后那边是菲亚特 在那个最远处 菲亚特的车型特别少 它在这边主要卖的 就是菲亚特500 那个V型车 甚至可以进入 那个top10的欧洲 那个里面唯一进入去的 那个V型车 主要就是脸座为主 然后就是那个Tibo Tibo就相当于那个A级车 它有了Tibo 还有一个那个旅行版的 就是正常的那个脸乡 五门仙辈的 再加一个旅行版 哎呀 所以今天特别有意思 DS7好 这质感真的是太爽了 这细节做工 哇塞 而且这个漆面 这个轮固 各个方面 那个轮固都好看 这个DS7 哇塞 这个进来 这个价格真的是 哇 那个大液晶屏好大呀 刚才那个拉的 那个迎宾的 这个也保持了 也保留了 那个游艇挡霸 看来DS品牌的高端定位 配上那个游艇挡霸 把这个游艇还真是定位 那种奢华的那种那个那个那个级别 然后其他的给你小波流了 你看这个细节 后排座椅 这个音响 这音响肯定是那个进浪的咯 这个也是软质的 糖素的 您包括这个地方 一般这个车的后排 这肯定都是硬塑料的 然后再是挤皮的那种皮质的 哇 这个都是软质包覆起来的 这中间 中间地台是平的 你看我脚现在都可以坐在这 哇 这头部空间一拳多 头部空间一拳多 这就是DSC的空间 但是这个价格嘛 就看一下啊 我都不知道几点了 看完我得赶紧走了 这好像有个价格 这个价格才4万7 落地是5万1 这个目录价是4.7万 就去4.8万嘛 4.7万这个落地相当于5.2万 5.2万现在这不包含优惠的 加上优惠的话 说起来也不高啊 哦 这是1.5柴油的 嗯 1.5柴油 但是这就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就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 就是对于那个 对于那个什么法系车最大的问题 就是动力短板的确 在欧洲 它和韩系比的话 那简直就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韩系的那个动力总成阵营 从发动机到变速箱 多的一塌糊涂 真的是多的一塌糊涂 连大众都没法和它比 它说第一 我感到没 说第一啊 没人敢说第一 不主 欢迎 嗯 但是你看 哪怕在这个车上面 也给你1.5柴油 1.2可能就不给了 因为这车实在是定位太高了 但是像DS这种小车啊 DS4DS3都有一点二的 要么就是1.5柴油 可能要么就是那个1.6T混动 但是混动的话 那价格基本上就6万了 实际上这个侵下比还是蛮高的 1.5柴油再加上8IT 落地5.2万 配上优惠的话 可能进入5万 5万5万里 那就是4万大截 我现在买了个车 也不过才4万嘛 整4万嘛 还是 而且是基本上是 普通燃油版的 你要买个PHEV的话 可能的价格和车也差不多了 你看这个头枕 这个是那种皮质的 这个座椅 嗯 这个带腿托的 用的都是这种 这种翻薄皮样的那种感觉 这是软质的 这个这个前钟控台 更不用说了 肯定的 没有写的音箱是什么 好 那我现在就走了 我媳妇要等久了 就麻烦了 你应该怎么说了 然后我已经做了 就是你